第三百三十一章 忘山 包师傅说 虽然巡师底会有这一劫 但是 根据我挂像显示 他如果出事 就在京城之内 但是 罕拔已经带着巡师底离开了 所以这一劫 他已经算是渡过了 而且 这只汉拔 就已经是通了灵了 如果他要杀巡师底的话 就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把他带走 我猜 他现在应该还很安全 不过我们要做的 就是找一下汉拔 到底去了哪里 烦恼说 要知道汉拔去了哪里 就要先知道汉拔的来历 但是可惜了 陈建峰已经死了 陈家其他人 连他们大院下面 有个这么大的地公 都一目所知 看来地公的事 就只有陈建峰自己知道 鲍师傅 鲍师傅他们整班人 在讨论着汉拔的身份来历 还有应对方法 但是 孟瑶他们几个人 就没有心思听这些东西 他们只是希望可以找到秦宇 鲍师傅 鲍师傅看到这两个女生的神情 他叹嘲笑话 哎呀 那我来算个挂 看下秦师弟的安威 鲍师傅拔了三个铜钱出来 这三个铜钱 正正就是之前 秦宇都拿过的 天极门的全城补器 鲍师傅双手合十 将铜钱放在手心 闭目形神一会之后 就将铜钱耍在桌面 他用的是周易九弓翻挂 尖挂者一定要心诚心证 用手捧铜钱的时候 要默想着尖挂的事 将铜钱耍在桌面之后 再至上而下排成一行 然后去解挂 鲍师傅摆好铜钱之后 他一声不出望了很久 然后慢慢抬起头 他说 哎地雷伏瓜 上坤下阵 复瓜地震之瓜 一阳复起 阳光此生万物亨通 这个夸仗的意思就是说 阳光复回君子度生 有反回 回复 复兴 自我奋斗 踏实 稳重 进取 这样的意思 我们解挂呢 除了要知道 挂象的含义之外 还要跟所求的事件 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挂象的含义 莫永恩说 一阳复起 阳子刚生 万物亨通 是什么地方呢 由字面上来看 就应该是某座 深山 我们知道 古代有山之北 为阳的说法 一阳复起 应该就是说 一座停泊的深山的北面 而万物亨通 应该就是指 深山里边的树木 飞禽走秀 至于阳子刚生 就暂时未知了 莫永生说 山的北面 万物复甦 坐坐山都是这样的 说了等于没说 自然差异差异 至少 我们可以确定 秦司底 暂时还是安全的 只是困在某个地方 其实地雷复瓜 算是一个 中上的好挂 这个是君子之挂 虽然秦司底 被困在某个地方 但是这个挂 都说了阳光复会 如果秦司底 可以脱困 将会有一场 大机缘 所以大家 不用担心着 车 你说的简单 你都说了 机缘脱困之后 才有的 我运你在山洞那里 山洞里面 有很多奇珍异宝 但是你运着 在山洞出不了来 你的东西有屁用吗 弟弟不要乱说了 顺包师傅说的说话 秦宇突然有天相 我相信他可以脱险的 这个时候猛方说了 瑤瑤啊 我看秦宇都不像短命的 放心了 他肯定没事 而这个时候秦宇在哪里呢 他一头没水 因为家下他所处的地方 就黑妈妈的 他伸手摸过去 只摸到一片冰冷的石面 甚至只能够保持 躺在那里的姿势 站都站不到 他想回当时发生了什么 那时候 汉拔 叫他伸手出来 跟着他就伸手 只记得监察印露出来的时候 突然间 一阵阴影闸过你 跟着自己就暈了 阴影就应该是汉拔 但是现在自己在哪里呢 这么像在石棺里面 因为他昏迷了 所以他不知道 最后汉拔 是坐着石棺飞走的 这里很黑 但是令他觉得奇怪的是 里面竟然有氧气流动 他一点都没有缺氧 一点都不觉得头晕 他认真摸了 他心想 难道这里有什么 很小的纳粹 就在他摸的时候 突然间整个人动了一动 一声 就好像有重东西 在高空跌落地下 秦宇整个头 撞到头顶上边那块石板 痛到它 以 להיות 狠 frå 咖啥 一边 heritage 手 一边只声 一边也说 它eme 怎麼搞的呀,這是石棍,這麼高,整個石棍掉下來也有 就在他揉頭的時候,頭頂一聲,一道光線照進來 他趕快閉上眼睛,因為在黑暗中逗留時間太長 立即見強光,未適應到好雙眼,閉上眼過了幾秒鐘,他再次抹帶 見到一片蔚藍的天空,很乾淨,他從來都沒有見過 他掙扎著爬起來,才發現自己真的在石棍裡面 而石棍上邊那塊板就跌在一邊,也是因為這塊板跌到地上 他才可以重見天日 他望望四周,一望當堂飆冷汗 他面前是一片空曠的山崖,整個石棍有一半圓在山崖空中 他所在的那邊,剛好就在懸崖的一邊 他心想,嘩,是不是玩我啊? 他不敢動,萬一動了,石棍掉了下去 那這一集就變成大結局了 影響大了,主要就會影響到我沒得趕下去 秦月的驚,是不是玩我呢? 他很小心地,將身體慢慢移去地面那邊 當踏出石棍,重新站在地上 他才鬆回一口氣 不過很快就發現,自己高興得太早了 這裡放眼看過去,全部都是山來的 怎麼走出去呢? 他心想,這個石棍上邊的石板是誰幫自己推開的呢? 太多疑惑了 為什麼漢伯要把自己關在石棍裡面呢? 又為什麼要把自己帶到這裡呢? 漢伯,他又去了哪裡呢? 如果漢伯,要把自己帶到這裡,肯定有目的 那就應該不會讓自己走的 既然他不出來的話,自己不如先走開吧 想到這裡,他就想著走下山了 不過走得兩步而已 一陣陰風就刮起來了 他馬上收著腳步 漢伯說 你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黑影一閃,漢伯又出現了 上次他就看不清楚漢伯是甚麼樣子 這次終於看清楚了 他整塊臉是青色的 面上有些爆出來的青筋 這些青筋很奇怪的 就好像符文一樣,遍布他整塊臉 看起來很恐怖 秦宇口疼疼地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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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有我熟悉的味道 你到底是誰? 漢伯說話的斷句很奇怪 明顯是很久沒說話,語氣也很生硬 但是秦宇奇怪了 自己身上為何會有漢伯熟悉的味道呢? 他也沒見過漢伯的 當然他不會這樣問,他不是傻子 若然這樣問的話 漢伯撕開他兩半都有份 現在不對他下手 可能就是因為這陣味 漢伯看著山崖空中 他的眼神很深水 眼神當中竟然有點迷惘 過了很久 漢伯轉轉頭說 你跟我去一個地方 秦宇都未來得及回應 陰影一閃 他又暈了 昏迷前一剎那 他見到自己又躺在石棺裡面 而石棺就向著山崖下方墜落 漢伯想去做些甚麼呢? 他想去找一個地工 但是這個地工 他自己去不了 他一定要秦宇去幫忙找 至於找地工要去哪裡找呢? 接下來要介紹一個地方 就叫做亡山 這個亡字怎麼寫呢? 就是一個死亡的亡字 加上右耳旁 就叫做亡山 他就是秦嶺山脈的漁脈 是洛陽附近最有名的一道山脈 在他的最高峰 還有道教名官上青宮 而亡山最有名的就是多王陵 亡山有龍脈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但是亡山的龍脈在哪裡呢? 就沒有人說得出來 有人懷疑 一不是就在上青宮那裡 一不是就在唐元元皇帝廟那裡 所以開港有說 生在蘇寒死在北亡 亡山是很多人理想當中埋骨的地方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亡山是幽靈地貌 就不是很高 方便後人去拜祭 若然埋藏在深山裡面 富貴人家無所謂 但是那些窮苦百姓 又怎麼去拜祭先人呢? 每次爬十幾里的山 多累啊 所以亡山就多墳墓 有皇宮貴族的 亦都有平民百姓的 解放前打仗打得多 亡山甚至是十步一墳頭 亦都是最近洛陽開發 遷走了一萬座墳 這些還只是見到那些 見不到地底有多少墳 埋了多少屍骨 誰都數不清 那在亡山這裡 漢白又想找些什麼呢? 而在下期 還有一個新的女生出現 她又是誰來的呢? 和秦宇又怎麼扯上關係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第三百三十二章 杜藥戲 唐朝詩人白居易曾經寫過一首詩 他說 北亡寵墓高初鵝 亡山墳墓多 上至帝王世家 下至坂夫走出 亡山也都被人叫做鬼山 甚至有人說 亡山下面就是陰間 關於亡山這個名字怎麼來呢? 有個傳說記有趣 還和黃河有關 相傳很久以前 昆倫山上住著老道士 和兩個小徒弟 司徒一天到刻 在昆倫山裡收行 有一天 老道士對兩個小徒弟說 維斯準備出去訪友 洞府外邊有個煲 裡面正在煮的 是一條由東海捉回來的網 這隻網 當然就是網蛇的網 蟲字旁 你們要時刻注意 煲底的柴火 一旦火不夠旺 記得加柴 那個煲 時不時要加水 千萬不要忘記 交代完之後 老道士就離開了昆倫山 就是這樣 兩個弟子每天加水 一天 一個月 一年 十年 眨眼幾百年過去 幾百年過去 還沒有死 也有 收仙這家事 你們真是 猜不到 但是過了幾百年 老道士還沒有回來 兩個弟子悶悶的 有一天 他們說 不如下山玩 好不好 於是 透到火 興奮奮奮 加滿水 就下山了 好像 你出遠門之前 會把貓糧兜裡的貓糧 放滿 他們原先想著下山玩 就回來 不過下山 不知多好玩 他們迷失在紅塵之中 已經忘記了師父交代落的東西 直到有些山民看到 昆倫山上 有一條巨網下來 他們還在煲東西 失失方地趕回去 等他們趕到去的時候 煲水就煲得乾了 煲底的柴火也關了 他們見到巨網從煲那裡逃了出來 去著東海的方向 鎖到之處 就出現了一條黃水爐 兩個弟子趕快沿著黃水爐去追 巨網發現了他們 於是立即改向北 扔個彎 又向著東海的方向游過去 兩個弟子就唯有走近路 折住他 不過那條巨網見到他們 又扔個彎 向著東海游過去 那條巨網游到歪靈歪靜 他經過留下的水路 就是今天的九曲黃河 講回老道士 玩完一輪之後 他回到昆倫山 發現鍋底的火關了 鍋裡也沒有水 巨網也都不見了 一想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他就大聲罵 這兩條小子肯定是頂不住了 覺得悶了下山玩 玩到心都瘡了 被一條網蛇走歸了也有 但是他又不想想自己玩幾百年都不回來 真的 老道士都沒辦法了 騎著一隻仙學就追了 追向東海那邊 那兩個弟子追著一條巨網去到東海邊 那條巨網 然後一雪就進了東海 看不見了 眼看著天黑了 兩個弟子打算休息一下 然後身後就聽到老道士的聲音了 老道士說 你們兩個放了一條網蛇出來 為人間留下禍患 以後你們兩個就鎮壓在這裡 守著水道贖罪 話音降落 兩個弟子就變成了兩座山 永遠守在水道兩邊 那後來 這兩座山就叫做追網山 但是 黃河南邊的人覺得追網山的名字就不好聽 於是改名叫做網山 這個名字就用到現在了 好了 傳說就講完了 講回女兒先 又有個新的角色出現 還有一個美女 這個女兒叫做杜藥熙 話說同樣在網山 上青宮的山腳底 有五六個青年男女 又說又笑地走著石級上去 走到一半 其中有兩個女兒走不動 他們說要休息一下 而走在最前邊的女兒 看了一下身後哪個同學 他轉了轉頭 他說 唉 都說了你們 平時多點鍛鍊 整天坐在電腦前面打機 走幾步路就走不動了 有個女兒說 唉呀 知道你走得了 你以為每個都像你這樣嗎 你看看 范美書和蔡南池他們兩個男人 他們都走得全身汗了 不是我們身體數字差 是你太厲害 那女兒這樣說 搞得另外那三個男人 臉都紅了 杜藥熙聽到他這樣說 亦都轉了下頭 他就是河南本地人 這些都是他的大學同學 他們約過來爬山 爬了一半路 就休息了三次 杜藥熙就不是第一次去上青宮 他家就住在洛陽市裡面 已經來過很多次 他生得很漂亮 在班裡面也是班花級的存在 今次來爬山 范美書和蔡南池 聽到他要來就一定要跟上去 這兩個觀音兵想怎樣 他就很清楚了 只不過流水有意就落花無情 他就一點都不想這兩個男人 所以大家一齊來爬山 他就特意一個人走得有這麼快 就是不想跟這兩個男人有太多交集 所以還是認了一句 男人你不用經常跟女人玩 你試試跟男人玩 玩玩玩一下你覺得男人也挺好玩的 杜藥熙為什麼要跑得這麼快 其實他還有些小心思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兩個男人爬山都爬不過我 還好意思來追我 你嚇吧 由於不是節假日 上山的人不是特別多 只是偶爾有零星幾個遊客 他們整班人累了 休息一休息又繼續走 去到上青宮宮門口的時候 大家就發現了 有幾個道士站在門口 攔住過來參拜的遊客 有個女孩子就說 楊熙啊 為什麼 上青宮不讓人參拜的 杜藥熙走到道觀門口 他說 不會的 上青宮一直是對外開放的 走 我們過去問一下就知道了 見到一群年輕子女過來 有個年輕的道士 就做了一個稽手 然後說 幾位施主啊 今天我們灌不對外開放啊 幾位請回啊 有個女孩子說 道長 上青宮不是一直對外開放的嗎 為什麼我們一場來到 不讓我們進去啊 哦 無量天尊 今天 上青宮 會有故人前來拜訪 眾位施主 還是請回啊 想要上鄉拜祭 可以明天再來啊 什麼故人拜訪啊 你們還要封冠 你們做道士的 不是講究四大街空的嗎 有故人來就趕客了 那就犯了戒咯 旁邊的范美書不多不少知道些的 他說 玉萍啊 四大街空呢 講的是和尚 人家道士就不用四大街空的 甚至還可以娶老婆生兒子 杜若希走上前說 道長啊 我這兩個同學呢 就跟你講笑的 你不要上心啊 他們都是外地人 難得一次上亡山 想入上青宮拜下道祖 道長 你不如就行個方便 我們拜完就走了 保證不會打擾灌入邊的貴人的 那個年輕的道長說 師主 真是沒辦法了 掌門親自交代諾 今天灌入邊 借住遊客 你們都是請回了 見到道長仔這麼堅持了 杜若希就沒辦法了 唯有轉身走 不過 就在他轉身的時候 尚青宮突然傳來一陣陣撞鐘聲 一聽到這些鐘聲 幾個道士當場面色大變 急急忙忙就跑入道貫入面 杜若希幾個人 就你眼看我眼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杜若希她說 我知道 如果有人過來踩場 我記得金融和古龍的小說都有說 一般情況下 那些道觀和佛廟就會突然撞中 代表有高手道 fan refresh 蔡南池就唯張過 聽到她這麼說 大家在掛了她一眼 有個女孩笑著 REYAN 你以為現在是古代嗎 是不是再説 古代都沒有小說說得這麼了不起 還高手上門 這些道士真是傻 有人來搞事就是報警 現在度觀佛寺 很了不起的 受國家的保護 另外有個女生就說 想這麼多幹什麼 我們進去看看就知道 杜若熙有點詞疑 因為人家道長都說了 今天不對外開放 若然貿然進去被人發現 那怎麼辦 但是杜若熙的室友 就拉著杜若熙說 走吧走吧 怕什麼 被人發現了 最多被他們趕出來 難道你不想知道 常青宮發生什麼事嗎 你是我們學校 偵探興趣寫的副會長 我就不信你能忍得住 確實 杜若熙就真的很想知道 杜若熙裡面發生什麼事 究竟什麼事 可以令他們失失荒 於是他們幾個人 就走進去杜若熙 一路上很順利 一個道士都遇不到 當他們去到電門那裡 就看到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場景了 究竟他們見到什麼事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了 第三百三十三章 上青宮 於是他們幾個人就走進去杜若熙 一路上很順利 一個道士都遇不到 當他們去到電門那裡 就看到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場景了 只見 三清大殿的大院裡面 整百個道士圍成了 圍成了裏裏外外幾層的圈 而在門邊下面 有三位先鋒道骨的白髮道長 這個時候不停地高念道好 那幫道士圍著什麼呢 是一副石棺 而在石棺上面 就站著一個人這樣的怪物 這個人 差不多一丈那麼高的 就是差不多三米 這樣的高度 就算NBA球員都沒有那麼高 而且這個人赤裸上身 背對著他們 杜若熙整班人 只是看到這個人的背脊 他從來沒見過 有人的背脊 會有一條條青筋在那裡鱼動 旁邊有個女生說 若熙 你看看這個人的腳底 杜若熙一望 光堂張開口 這個人的腳底 有兩團跳躍的火焰 那些火好像在燒著他的腳 但是 他又一點都感覺不到異常 剛才攔著他們上來的 那個年輕的道長 就發現了杜若熙他們 但是他沒有分心 依然眼觀鼻 鼻觀深 繼續重念道經 這個時候 三清寶殿台街上 站在最高高的白髮老道長就說 木梁天尊 昨天 我師兄弟三人 聞祖師託夢 祖師說 我上清宮 當年欠師主一個恩情 今天 就是了了這段恩果的日子 一切準備好了 老道長說完之後 中經的道士全部收了聲 一個二個好悲憤地看著中間那個怪人 道正在欠師 道若熙就奇怪了 欠恩請 為甚麼 那些道士會這樣呢 滴水之恩俑曾相報 joint 才好正常呢 怎麼你的樣子突然 中间那个怪人终于出声了 他说 你知道 到我是 谁 老道长说 贫道 不知道施主是什么身份 只是 祖师托梦交代 今天要为 施主开启地功 台下的道士听到这句说话 再都忍不住了 他们纷纷出言阻拦 他说不可以这样 但是老道长一举手 这些道士才很不情愿地收声 老道长说 这个 是我们常清宫 当日欠下的债 大家都不用劝了 由今天开始 上清宫 闭宫 闭宫百年 上清宫 弟子 不可以出忘山 搬布 所有的道士 一起跪拜起来 他们说 锦津掌门发愈 全场只有老道 怪人 和杜若熙 他们没有跪拜 这样一来 杜若熙 整班人 就暴露在道士面前 旁边有个女孩 轻轻地拔了拔了她 三尾 说 杜若熙 不如我们也跪一躺 杜若熙 说 我想 我想不用吧 我们又不是道士 不如我们也走 我看得很害怕 道士 好像死了 父母 好像有血海深仇 那一款 那女孩 害怕了 男孩 虽然没有说 但看样子 都是烈的 想走 杜若熙虽然很好奇 但就唯有答应 几个人 打算转身离开 不过 就在他们转身的时候 道长说 几位施主 既然有缘来到这里 不如坐一会儿 接着几个人 就被几个道士拦住了 杜若熙 看到拦住自己的 这个年轻的道士 面上边还有两条泪痕 他揭一声笑了出来 但是道士就挖了他一眼 他说 掌门有令 几位施主 还是站在这里 范味书被他们拦住 想推开人 他说 凭什么 你们道官 还可以限制我们人生自由吗 再阻头阻势 我报警拉你们 然后他想推开道士 但是道士就动都不动 范味书就生气了 握住拳头想打他们 但是幸好有人拦住了他 老道长又说 几位施主 稍安无曹 这次的事 是我们常清宗的秘密 所以在这件事 未解决之前 几位施主 对不住 你们不可以离开这里 如有不变 等事情解决之后 我们常清宗 令行补偿 接着那个年轻的导致就说 好了 将你们的手机交出来 范味书说 你们这是违法的行为 我要 还没等他说完 杜药熙就打断了 他说 范味书收声啦 他生气了 看着这个男生 哎呀死火了 范味书以前有个名字 叫小才子的 但是猜不到 真是智商高 情商低 果然是读死书的人 人家现在摆明就不怕你告了 你在这儿僵持有鬼用吗 真是要告啊 离开杜冠治港的嘛 杜药熙就第一个交手机 其实如果给他自己来说 他是很希望留下 因为这件事令他太好奇了 他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所有人都交了手机了 那些道长就推他们去前面 而且还站在三位老道长旁边 站在这里 就等于跟那个怪人 你眼望我眼的 一望到那个怪人 道药熙当天和脚zięk一远 差点整个轴在地上 他的室友更加是发出一声尖叫 他明显被吓死了 何止是他 有个男孩子 蔡南池 他也吓死了 他说 那什么来的 啊 那个怪人对眼 听到有人这么说 熟一声望过来 蔡南池 冷汗爸爸一声流了 老道长说 无量天尊 何必 和几个小朋友计较呢 今次开地工 还要施主你出手 请施主 跟我进去三清大殿 讲完那个怪人 才没有看他们 杜若熙几个人 觉得自己的心就快跳出来 那只怪物的眼神 太过厉害了 看一看你 搞得你窒息 如果不是老道士开口 几个人可能 赖了一遍 怪人就没有理他们 跟着老道士 走入三清大殿 奇怪的是 怪人对脚穿着火 但是 拦过门拦的时候 竟然没有烧着 好像那些火根本没有用 点烟都点不了 另外跟着进去的 还有两排二十几个中年的导使 现在大殿外面 只是一群年轻的导使 这个时候 那个年轻的导使就说 刚才你们 叫这么大声做什么 差点被你们害死了 杜若熙说 他这么恐怖 难道不可以叫了 但这个年轻的导使被他疾到没声出 那又是呀 刚刚看到那个怪人的样子的时候 他都会吓到的 杜若熙说 杜若熙说 杜若熙啊 这个怪人是什么来的 杜若熙说 杜若熙说 那石棺在哪里来的 我以前在上清宫的时候 怎么没见过的 你们最好不要问那么多 我是为你们好 这件事 你们普通人 知得越小越好 杜若熙就理他都傻了 他走到石棺那里 把手放上去 那道士说 你想怎么 然后就想去阻止他 石棺里面有东西啊 我听到有人呼吸的 你听一下 然后他就把耳朵贴在石棺上面 并且时而年轻的道士都过来听一下 那道士仔迟了一下 说老实了 他这么年轻都好奇的 于是 就把耳朵贴在石棺上面认真听 果然不听游是 一听就听到一道 绵长的呼吸声 道士仔当堂滚大对眼 杜若熙说 不如我们试下 打开石棺看看 我怀疑石棺里面有人 不行 师父交代了 石棺不可以打开 而且石棺 都不是我们道观里面的东西 是那个人带过来的 我们不可以打开 那究竟石棺里面有些什么呢 不用说都知道了 秦宇啊 但是他们来到这里 是想着搞什么鬼啊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了 第三百三十四章 石棺里的人 杜若熙说 不如我们试下 打开石棺看看吧 我怀疑石棺里面有人啊 不,不 师父交代了 石棺不可以打开的 而且石棺 都不是我们道观里面的东西 是那个人带过来的 我们不可以打开的 我们静静静静打开 你师父他们又不知道的 如果里面 真的有个人 在石棺里面焗死他 到时你就是杀人兇手了 那个道士仔呢 自小在道观里面大 在同仁交際这方面 哪里比得上杜若熙啊 不过 他意志胜在教坚定 坚决不打开石棺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三清大殿里面有人哭啊 掌门啊 哈哈哈哈 那些年轻的道士听到啊 全部跪在地上 跟着一起哭 杜若熙就奇怪了 他说 发生什么事啊 只听见 刚才那个老道长把声再次响起 他说 当日 本观丘柱基祖师曾经讲过 地公开启 就是我们上清宫 千年气运消失之时 本座 以杜若熙 换得我上清宫 九百年气运无碍 是大功德 你们 不必如此啊 杜若熙就奇怪了 他说 里面发生什么事啊 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那道士仔就说 张家是为了保存我们 上清宫的气运 他选择 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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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化不就是死了 不是 掌教是不会死的 掌教只是愚化 他要找我们上清宫 柱伟祖师的 这个时候 一声 三清大电道门打开了 一帮道士如冠而出 大头的几个道士 就抬着掌教老道人 老道掌手承发印 面上边扬日着笑容 他那对眼睛 微微的合买 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他手上边那支 佛臣断了 断成两节 被一个道士捧着 见到掌教了 门外边那些道士仔又再次叩头跪拜 他们哭苦哭忽 一股悲伤的气息 就在大院里面流淌 哪怕是 和这位掌教没有任何关系的 杜若熙 也都受到这股情绪的感染 不自觉地跪在地 那帮道士 就直接抬着老道掌出了大殿 而当那个年轻的道士 想跟过去的时候 三清大殿门口就有人说了 念到你留下 说话的是当初站在掌教身边 另外两位老道掌其中一位 而那个道士仔听到这句话之后 马上就行了一个礼 然后说 晋师叔祖令 整个大院里面 现在只得念到这个道士仔 还有杜若熙他们整班人 门口还站着两位老道掌 当然了 还有一口石棺在这里 这个时候 有个老道掌就走到石棺里 他把手放在石棺上面那块石板树 然后用力一推 竟然一手将石板推开 哇 那块石板几千斤重的嘛 几大力才可以一手推开它呢 杜若熙当堂就吓了一跳 念到就说了 先叔祖是修炼之人 推一块石板没什么大不了 修炼之人 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所谓的修炼成仙的 道士仔啊 你也是修炼之人来的 是不是可以腾云加募啊 你 你这么多干什么啊 那道士仔就不想理他 那道若熙也都不理得你这么多 现在石棺打开了了 他又要装一装石棺里面有些什么在这里 究竟是僵尸啊 还是跟刚才那个怪人 生得一样这么古怪的人呢 他就很兴奋的 越是这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呢 就令他觉得越刺激 他现在 恨不得跳下去看看 但是可惜 跟着下来的那一幕呢 就令他跌碎眼颈了 石棺里面 先是伸了一只手出来 是一只男人的手 而且还很年轻的 跟着 有个头就突出来了 然后一个年轻仔 就由石棺里面站起来 这个年轻仔的出现 真是令杜若熙有点失望 你想想 原先他就想着 有些什么怪人啊 石棺啊 语化 很神秘的所有东西都 按照他的设想 石棺里面 怎么都有些奇奇怪的东西 但是竟然躺着一个 很现代的年轻仔 还穿着Eddie的运动装 这个年轻仔 面上边首先是很迷茫的 但是见到老道长之后 他就笑了 笑得很开心 就好像一个荡室路的人 忽然间找到组织那种感觉 老道长 对石棺里面出现一个年轻仔 就完全不感觉到意外 他说 无量天尊 你们都跟我进去了 这句说话 当然就包含杜若熙他们 其实他都不知多想进去 听到什么上清宫开启了地宫 地宫应该是在三清大殿里面的 他几个同学仔 就不愿意的 但是现在 在人地地头 你想say no 我没那么容易 那么就唯有向入边走 杜若熙就特意走慢一点 那么 刚刚在石棺里面出来的那年轻仔 就可以跟他持平 他看着这个年轻仔 他走起路上来 跟普通人没什么分别 但是他衣服有点血迹 条腹在大腿那里 还穿了几个洞 那个年轻仔突然停下脚步 他说 姑娘 我发面有骚髒东西吗 啊 没有 那你干嘛看着我 他没等杜若熙回答 就继续向前行 杜若熙就整个呕在那里 当自己反应到 原来被人抖的时候 一吞脚 哼了一声 就快步追上去了 正当他追上那个男孩 打算反驳的时候 就发现前面的人都不走 全部都站在那里 好像前面有些什么好得人害怕 杜若熙就装过去 一看 整个人又吵了 原来在他们面前 也就是在三清道尊的道坛前面 那个怪人跪在袍团上边 他趴在那里 最诡异的是 三清道尊的法相 竟然流了两行的血泪 直接滴在法坛上边的贡品上 这一幕 看到所有人都无管动了 三清道尊的视线 就是这样形视着袍团上边的怪人 这两行血泪 似乎是为这个怪人所留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老道长走进来了 他说 地公之门已经打开了 你可以进去了 怪人听到之后 他坐直了个身 看了老道长一眼 然后看着杜若熙他们 整班人说 让他们进去 老道长就说 怎么办呢 他们跟这件事是无关系 怎么可以让他们进地公 这个地公 我不可以进去 但是 他们可以进去 所以 让他们进去 怪人说这番说话 说得很辛苦 老道长和他对视了很久 之后说 除了你带来的人 还有我们常清宫的人 其他人 入不入地公 就要听从他们意愿 怪人想了一下 最后还是吐了头 这么多位居士 今次的事 本来和你们就无关系 常清宫 也都不会强求 你们做些什么 所以 现在你们可以选择离开 或者留下 当然 如果你选择离开 就不可以 将今天看到的东西 告诉任何人 我只不知 如果不是 就会遭受三清 独尊的 惩罚 杜若熙 整班人听到说 说出去会被人惩罚 马上表示 不会说不会说不会说 打死都不说 道长听到之后 他开心了 他说 你们可以走了 那他们究竟是不是走得那么顺利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第三百三十五章 地宫 杜若熙 整班人听到说 说出去会被人惩罚 马上表示 不会说不会说 打死都不说 道长听到之后 他开心了 他说 你们可以走了 有个女孩推推杜若熙 就说 若熙 我们走吧 为什么若熙你 吐了 你不会是 你不会是想入地宫吧 我们都是下山 我想一下都很害怕 你不要冲动 杜若熙 杜若熙这个时候 站定定动都不动 他对眼 在那儿放着光 杜若熙没有理过室友 他说 道长呀 我想问一下 地宫是什么来的 道长拎了下头说 地宫 我都不知道 地宫 虽然建在我们上清宫下面 但是 我们上清宫几千年来都没开启过 如果不是今次祖师托梦掌教师兄 连我们都不知道 三清大殿里面 会有地宫的入口 道长呀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呀 旅居士 地宫不是满足你好奇心的地方 一入地宫 生死犹命 里面有什么危险 就谁都不知道 旅居士 你最好都是翻车了 那 道长呀 我想问一下 这次会有多少人入地宫呢 现在有两个人 就是这个年轻的居士 和我上清宫的弟子 念渡 杜若熙望着身边的这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笑了一下 然后 他又看着那个叫做念渡的导屎仔 导屎仔是木口木棉的 反正师叔组怎么安排他 他就怎么做起呢 杜若熙说 那我都要入地宫 因为他见到 那个导屎仔看起来还比自己的 而这个年轻人也很普通 他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还是很有信心的 不会差过这两个人 既然他们都可以去了 那自己应该都可以吧 旁边的同学就说了 杜若熙 你胡说什么呀 这件事不是玩玩的 没错没错 杜若熙 我觉得我们都是走马 什么地宫不地宫的 你要探秘 我们去其他地方 大把得你探秘 我记得 有个游乐场里面 专门有些大型的地宫探秘 我可以带你去那里 虽然那帮朋友仔这么说 但是杜若熙的态度很坚决 他不想错过一次这么好的机会 那些什么游乐场探秘 算了吧 老道长说 女居士 你真是要入地宫 是啊 我要和他们一起进去 你们先下山吧 我没事的 到时我自己回去吧 放心吧 这个时候 和杜若熙最朋友的那个室友就说 我们怎么放心 不行 你要进去的话 我也要去 我要陪着你 怪人这个时候说 没有时间了 快点入地宫 老道长一听到面试当堂变了 他说 要入地宫的 都跟我来吧 说完 他就走去三清道尊的身后了 那些同学仔迟了一会儿 也都跟在一起去 在三清道尊的背后 发坛下面呢 有一个很忧心的动怨 一眼望不到底的 几个人你眼望我眼 这么深的动怨 跳下去 打都打死的 我记得 那个怪人突然间出现在他们身后 下面不会死 我记得 说完 他扔了一块铁牌出来 抛给那个年轻人 他说 你下去先 那样东西 下面 你会用得着 不会死 那个年轻人的面试变换了好几下 然后俯笑着拎了拎头 一跳就跳下去了 杜月轻就装上去看看 哎 没有任何的回音哦 你说洞月若然不深的话 就肯定听到声的 但是现在什么声都没有 这个洞都不知道多深 他心想 哎 这个年轻人实死没生的了 突然间 那个老道长说 小结架 还有几来关 几时开呀 那个怪人说 我不知道 不记得了 只是记得 每次开啟一刻中 至于开 只能够 在里面开 怎么开 我不记得了 老道长想了想 扔了一把一串长的头目剑出来 交给道士仔他说 念到 这把是祖师叔多年 陪伴在身边的法器 今次入地宫 空险未知 本来不应该让你入的 但是祖师交大落 学过上清宫道法的 不可以入地宫 我们道观里面 就只有你 没有修炼过道法 所以只能安排 你进去 你不会怪 师叔祖 念到不敢 念到自有在观里面长大 得到师父和师叔祖的教诲 今天 可以为观贡献自己力量 求之不得 师叔祖的法器 念到不敢要 他这把图木剑法器是什么回事 念到曾经听师父说过 这把图木剑 是师叔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制念的法器 已经有师叔祖的魂 若然法器受损 那师叔祖自己也会受到伤害 所以他才不敢带着这件法器入地宫 若然出了什么意外 到时就又刮多件 他就不想做罪人 道长说 师叔祖祖好知你一片诚心 但是 我叫你拿着你就拿着 他硬把图木剑拾给道士仔 道士仔就唯有收下 师叔祖说 你现在下去了 正當那道士仔打算跳下去的時候 杜若熙就說 慢著 剛才那個男生跳下去的時候 你們都看到了 什麼聲音都沒有 這個洞至少幾十米這麼深 這麼深跳下去 會死的 你們現在是想殺人 他不能跳 怎麼都不能跳 杜若熙很正義 就好像雞拿捕著雞仔一樣 他將那道士仔拉到身後 但是那道士仔不領情 一手推開他 又走進去洞的樹 杜若熙再次拔他回來 道士仔一拼開他的手 兩個人就陷入僵持狀態 怪人說 跳 下去 不會死 杜若熙說 你又怎知道不會死 你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 你又怎敢保證 死火了 老道長看到杜若熙 和怪人在頂嘴 他當時臉色都變了 他說 女居士 不好 然後他左腳一拿 杜若熙就被他夹住 然後他覺得面前一片黑暗 自己竟然被老道長 推進洞裡 他聽到自己跌下去那一刻 那些同學仔在大聲喊 不過這些聲音很快就越來越弱了 到最後 只是聽見耳朵邊的風聲 他現在還在一個洞裡 而且正在跌下去的味道底 他心想 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死了 那個道士 是不是會被人抓的 不知道我的屍體 何時才會被警察找到呢 他想完的事情就很無厘頭的 但想著想著 他發現他的身體 就停止了下跌的趨勢了 咦 我在哪裡啊 他感覺到自己背部是硬的 逆轉頭一看 竟然是地面 他摸了摸自己 他說 為何 為何不痛呢 難道我死了 所以 才會覺得不痛 那我現在在哪裡啊 我在陰間啊 這個時候 聽到一把聲音響起了 歡迎來到陰間 第一千一百一十號女鬼 杜若熙嚇了一跳 他四周圍望 但是完全見不到有人在這裡啊 他說 你是不是陰差啊 牛頭還是馬面啊 你生得醜的話 你不要跳出來嚇我啊 反正我死了啦 你告訴我 怎麼投胎就行了 我自己嚇 你不是很大膽的嗎 連地公都不怕 怕什麼牛頭馬面啊 杜若熙眉頭就走 這個陰差好像很了解他 而且聽這把聲音 怎麼這麼熟 在哪裡聽過呢 那這把聲音不用說 你也知道是誰啦 巡語來的嘛 有嗎 是誰啦 你第一除了 是誰啦 是誰啦 我聽到過嗎 是誰啦 就是複雜 截失了 ですね 那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